第1678集 前辈 您不就是想重临阳间吗 何必用别人的躯体 不合算 人生真正的体验与感悟 都需要自己去实践 楚风极力劝阻 真要发生那种事 他还不如死掉算了 我想试一试 从头开始 九号平静地开口 你不用担心什么 这具身体 如果有了后人 也算是你的后代 基因属性不变 楚风听到后 脸当时就绿了 九号的思维和常人不一样 让人惊悚 也让人觉得较为可不 一些所谓的气韵之子 意外死去后 在另一届出现 届时还魂 确实很可悲 此后所诞生的血脉 还能算他自己的子嗣吗 九号说道 一本正经 楚风觉得 再可悲也没他可悲啊 打死他也不想被人 取而代之 屠流肉身去行走于人间 去诞生所谓自己的后代 前辈 别说了 我宁愿自杀 死个干净算了 楚风说道 他暗中准备 即轮回屠于小木毛 突袭进攻 可是 他心中无底 因为九号深不可测 若是一到九号 都是同一个人 在岁月变迁中不断蜕变 完善己身 那么 估计世间没几人可杀他 毕竟 一而再的进化 不断优化自身 天知道九世身 强到了什么层次 此刻 楚风苦大仇身 想鱼死亡破 不过 最后关头 他又改变了主意 忽然露出异色 好吧 我想通了 可以换身体 为什么改变心意 人生 不过是一种体验 活得精彩就是了 我所追求的是进化 是对未知的探索 我想入住前辈的身体 手持血色高原上 内杆大旗 进那平淮的巨大缝隙中 去看一看 试试 能不能游到对岸 奋力折腾一番 九号面皮抽动 好长时间无言 最后才说道 你与那黎达的心 都黑了 什么状况 楚风一阵 当年黎达将四号 骗出山时 也曾遭遇这一局面 四号要取而代之 替他行走在人间 黎达直即欢天喜地 吵着嚷着催促着 赶紧换身体 他好去大裂缝对岸 探索人生的真谛 楚风一阵无语 他也是被逼急了 故意的威胁于 恫吓准备豁出去了 想不到那黎达 本能就做出这种反应 不愧是世前的大黑手 然后楚风回过神来了 九号 这只是在重复某件旧事 而非真正要多舍 是在进行某种考验 他很想说 我去你个大爷 有这么办事的吗 也太吓人了 九号这种生物 平日死气沉沉 眼神绿油油的 盯着活着的生物就咽口水 无比的严肃于可怕 谁相信 他会突然搭错一根筋 忽然这么折腾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 你应多沉思 很多年后 万一遇到类似的抉择 你要慎重取舍 九号忽然说出这样一句话 何意啊 楚风立刻严肃起来 九号这是什么意思 在告诫与暗示他什么 离开此地很多年后 李达站在某一十字路口 曾做出选择 所以他就此消失了 楚风寒毛倒数 九号居然不是随便说说 当中似乎涉及到 史前大黑手死去 或消失的惊天之秘 李达去了哪儿啊 可惜九号没有多说 也不再说了 只是叹了一口气 不知道为何 楚风起了一身冰寒的鸡皮疙瘩 当强大到李达那种层次后 还会遇到古怪的命运 十字路口不成吗 他听老谷说过 当初李达要征法打阴间 结果突然死去 从此阳间不可见 这其中另有隐情 连老谷都不知 肉身重要吗 九号最后问了楚风一句 重要与魂同在 楚风很严肃 也很认真的达到 九号点了点头 收敛自身的玉 望向三方战场 走吧 他开口 呼咙一声 一道刺目的荧光 自他脚下绽放 而后直达天际尽头 所有人都吃惊的发现 他们已经立身在上 包括天尊也都如此 开始横渡长空 临近三方战场 此时 五疯子一系 有人已经降临在雍州阵营 高高在上 曹德何在 齐音冷漠 震动整片大营 他在质问雍州阵营的人 姿态很高 像是超然在红尘上 俯喊人间 五疯子一系的人难下 有人到了三方战场 一指气势高傲无比 雍州阵营 最珍贵的神茶等 都端了上来 有强者作陪 好言好语的招待 不过 南下的人姿态实在太高了 指名典性 让曹德速来觐见 当真是藐视 高座在上不屑多语 还不让他滚过来 到了最后 南下者很不耐烦 直接这样催促 当真是强势到一定的地步 不将此地进化者 以及不将曹德 看在眼中 此时 天际尽头 一斗荧光铺盏 宏大而神圣 他像是可以横管古宇宙 似能跨过轮回 滚穿生死 直达彼岸 荧光铺底 山河倒转 星斗一尾 连那时光都像是静止了 为他而停住 九号架起荧光 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所有人都站在荧光上 随之而动 第一时间 就抵达广袤的 三方战场外 前方 大地无银 偷发着古老而沧桑的气息 一缕缕 莫名的雾碍 争腾而起 这是一片 自古长存的战场 与天地共存 杨坚立的大战 很多都是在这里展开 有些区域 寸草不生 化作血色平原 有些区域 尸骨无数 各族类都有 有些地方 分布着星骸 都是当年的强者 决战时展落的 还有些地方 战箭成片 如同钢铁丛林 全都毁掉了 在特殊的地势中 这种可击穿星空的战戒 都不能安全升空 九号驻足 停在荧光中 没有在前进 而是在俯视 整片宏大的古战场 他所关注的 自然不是地表上这些 而是一些 更深层次的东西 比如秘境 比如天下第一名山的残块等 昔日 由至高山峰拔地而起 轰撞进第四禁地 使之化成废墟 成为荒凉的遗迹 不然的话 后世人 谁敢来这里决战 谁能踏足此地 当年 这是阳间 凶名赫赫的凶土 这里的生物 曾号令阳间 霸放来朝 九号双眼绿油油的 盯着这片战场深处 那些区域地势特殊 至今依旧为恶徒 连天尊都不敢轻易接近 有老不死活着 九号自语 他像是能看穿虚空 贯穿秘境 浮汗史前进土中的真相 这种话语 让许多人不寒而栗 战场深处 那些古怪之地 还有活物 还有很古老的生灵棋局 这绝对是天大的事件 当年 这里是第四禁地 曾俯视人间 外界谁敢不低头 此地曾称霸无数岁月 谁都以为这里彻底覆灭了 曾经的天下第四禁地内 生物死绝 怎能料到 九号来到这里后 竟生出这种感应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